七杀刀法 似乎不怎么样是吧 只是把你震开了 好戏来了 七杀魔君 虽然亦是被本座给磨灭掉了 但是这家伙一套七杀刀法 乃是深入骨髓 连我都没法抹去 自从星星一刻起 总是勤练七杀刀法 每批一套 灵魂便残缺一份 不过以他的灵魂强度 再批出个三五轮回的七杀刀法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就慢慢享受吧 为了 忘了告诉你 看到天上那三个家伙了吗 七个比一个狂 要不是九转生死玄公 第六转 玄傲无比 只怕 早被他们干掉了 任他如何仓狂 如今 还不是得乖乖带在老子的领域内 再怎么狂 还是狂不过我泰玄 只要老子愿意 随时能让他们生不如死 不死不生 非生非死 哈哈哈哈 说了这么多 好像有点啰嗦 小心了 七杀魔君第二招 地不杀 天杀 就要用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玄的节节的怪笑声 直接在风云无际意识之中响起 以风云无际的强大意识 自是可以轻易将之驱除出去 但风云无际却是一脸冷漠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任由那太玄在那跌跌不休 脑海之中迅速的转动 分析着 从太玄那跌跌不休的废话中 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 有用的讯息 地不杀天杀 一个平淡至极的声音远远的传来 随后一股极强的刀气 从头顶上方压下 有如数十座千丈高山轰然压下一般 风云无际抬头 却看天空一片黑暗 天地忽明忽暗 那太古魔君的冤魂 琐化人形 一身漆黑 眼中两点红光 如同灯笼般 在漆黑的背影中 甚是醒目 天空 一抹刀形的巨大黑影 横穿整个天地 直直地从上方落下 这一刀 直欲将整个天地都压下 即便以风云无际之能 心中也是震慑不已 不欲与它硬扛 身心一动 已然如闪电般拔空而起 化为一抹虚影 从那黑影身边一晃而过 没有想象中巨大的声音 下方的沙漠中 非常广大的一片区域 所有东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便如同被一张大口吞噬了一般 只于一条长长的沟壑 被风云无际躲过第二刀 七杀魔君似乎毫不以为意 淡然地抬起那把沙化的长刀 右手扬出 七杀刀法第三事 已然出手 天不杀盗杀 七杀魔君淡然道 语气中听不出半点人类的感应 长刀搅出 天空云层如絮状落下 在七杀魔君的身前 形成了一木鱼状的太极 地面一道道飘渺的白气浮出 则成另一太极 构成了下太极 天空地下两木鱼 一阴一阳 上下各一太极 合而为一 望着天空那半黑半白 转动不止的奇怪图案 风云无际的心中 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感 一种危险的感应 从内心中浮现出来 风云无际这次不夺反而上前 一辽长斤 身形已如电射上 在离那巨大黑白太极 三十余丈处 风云无际由急动 转为急净 突然停下 目中掠过一丝杀意 从风云无际的右手 虎口与地武剑胆的接触住 一股强害的剑气 飘扬开来 剑气直冲云霄 将天空云气都搅动 那无批的剑意 充斥着虚空 让天空那三尊 巨大魔神般的冤魂神色未变 雪红的双目 叮向了风云无际 眼中杀机爆炸 轰隆 天地突然一暗 只于那空中三双 如火的雪眼 还有那虚空中 那巨大的 竖在虚空中的阴阳太极 似乎过了很长 漫长如一个宇宙世纪 也似乎很短 只过了那么一刹呢 天地似乎陷入了一片死寂 一股股杀意 从虚空中 向着风云无际 所处的方向 迸逝而去 然而那一股股杀意 只前进了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突然之间 便从虚空中 那黑暗的极深处 一点彗星般的光芒 突然迸逝而出 眨眼之间 突然光芒暴涨 刺目的光芒 将整个天地 照得一片质量 直如数个太阳 在凡间爆炸开来 西门吹雪的一剑 在风云无际的手中 再次重现了 只是一剑 那一剑的光芒 已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便是天空 那尊魔神般的 太古高手的冤魂 背后的魔艳 也突然一散 夺目的光芒 无批的间隙 以超越思维的速度 将那虚空之中 竖起的太极图 抛围两半 于是不减 一剑将那七沙魔君 从头到脚 劈为两半 无批质量光芒 从七沙魔君体内的 翘穴内蹦出 狂暴的毁灭能量 瞬间将七沙魔君 连同灵魂也完全焚化 直到此时 时间似乎 才瞬间地恢复了流动 一切踏上了正规 风云无际身后 两半被抛开的太极 向两侧飞出 落在地上 突然蹦缩出 无穷的气劲 暂停的一声轰响 大地震动 整个沙漠地面 突然下降了树民 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 细到无法再细的沙力 啪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 从上方传来 三名浑身漆黑 目中一片血光 长发飞舞 磨艳滔天的太古凶星 慢慢地从空中踏步而下 围守者 浑声道 好 好强的一剑 击杀刀法 居然连第五室都没有发出 便被人连世待人 喝得一干二净 好霸道的剑法 如此强悍的剑法 本作却是第一次见到 便是那太古一带凶星 纵横天地之时 遇见你这一招剑法 也当褪比三蛇 只是 你还能用出几招 三尊魔神般的绝代凶人 分三方站定 乘几脚之势 守望风云无际 对面 风云无际的常见谐聊 一身衣袍烈烈作响 体内真气 已然随着刚才那一剑 差不多十去七七了 残下的真气 真如三尊魔神般的 绝代凶人所言 绝对不足以 催发另一次剑招了 七门吹雪之剑 乃是剑道的一个极致 本身真力越高 境界越高 吹发剑招所需的真力 便会越大 剑招所产生的威力 自然就会更大 然而不管什么境界的人 在补充满体内真气之前 只可能吹发一次一剑 那一剑 不伤敌 则必伤即 一百五十八章 破魔一拳 这三人乃是分属不同时代 被我侵杀者 最后面那一人 当时号称太古第一邪修 手中的人命也不少于千条 乃是和我同样的存在 只是这个家伙 不该跟我命子相臭 叫什么邪玄 被我结合九准生死玄公 所创的生死印法 最强一事击杀 灵魂倒是着实强悍 死赖着 一直不肯死去 左边那个 确实有些名堂 此人号称绝魔 一套绝魔印 法力强悍的可以 若非 我从九准生死玄公第六转 踏入第七转 生死印法的威力暴涨 怕也是搞不定他 至于最后一人 却是在我领悟神级境界 舞出领域之后闯进来的 哈哈哈哈 也算他命不好 领悟了领悟之力 他便是能力再高 修炼得年岁再久 只要境界不够 便不是本座的对手 碰上本座 也该的倒霉 一亿多年的功力 在本座面前 照样发挥不出来威力 哈哈哈哈 泰拳的声音 再次在蜂拥无际的脑海中响起 不过说实话 你那一件威力 着实不错 怎么呀 考虑一下 将剑谱或者是剑爵告知于我 我将你送出我的领域 如何 当我三岁小孩吗 送出你领域 与在你领域内的区别很大吗 你觉得 你站在我身边障居处 和 站在我身侧一千障处 差别很大吗 风云无际的声音 也在泰拳的脑海内响起 想让我交出见诀 又不想放过我 还不想说谎 试图保持你高手的尊严 你的顾忌可真不少啊 泰拳默然 片刻后 有些恼羞成怒道 你管我怎么样 这便是我的领域 一切 我说了算 风云无际也默然 不再理会泰拳 身前三名太古籍的高手魂魄 画成的人形同时向前一步 强悍的气势 同时压住了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浑身一阵 一身白袍烈烈舞动 缓缓的 风云无际一步步的转过身来 没转过一个微小的角度 身上的剑意便强上一分 呆滞完全转过身来 面对那三人 一时 整个爆发出无批的剑意 整个人便如一柄无上的宝剑 屹立在尘世之间 傲视群伦 我看你很顺眼 斜旋抱手而立冷然道 所以更要杀了你 斜旋一步步的向风云无际走去 手中空无一物 一脸目中无人 当这人走近 风云无际突然发现 这人并非什么单纯的魂魄 与杀化身体构筑的产物 这人乃是一个真正的人 虽然他的身体没有脉搏 没有心跳 脸色一片青红 乃是死过很长时间的人 才会出现的色泽 露出来的胳膊 正是布满了一块块的尸斑 太玄 只要干掉这小子 你便真能还我另一盘魂魄吗 斜旋在离风云无际不远处 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风云无际 抬头向天说道 天空 云层之下 一个巨大的邪气 而张狂的脸显露出来 大嘴一张 对着下面的三名凶星道 嘿嘿 没错 干掉它 你们就可以自由 我会将你们放出去 以你们的能力 找到地火圆脉 自然能修补你们的灵魂 重活 嘿嘿 也不是什么难事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它修的 乃是和我同中同源的 九转生死玄公 除非将它撕碎了 否则 你们都不可能 真正杀死它 太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 只要将你的残躯撕碎 也能真正的杀了你 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 抬起头 微眉眉着眼睛 抬手向天 一头粗犷的头发 在脑后飞舞 当然可以 齐齐齐的风云无济 根本不足为虑 太玄 这小子跟七杀魔君一斗 早已弱得不像样 要杀他 非常容易 以你的本事 这是按按手指的事 干嘛 非得要借助我们出手 莫非 你还出不了手不得 这小子 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最后一名男子 冷然问道 一道气劲 突然在那名男子的身前炸开 无批的巨浪 顿时将他炸得 平平向后退出了百丈 男人双手暴毙 却是始终一动不动 那几爆炸的气浪 虽然将他炸飞 但是 却根本没有伤到他 连手臂上 都没有出现任何伤痕 河磨 你给本座收敛点 这里是本座的空间 你数亿年的功力 若是在外面 本座还会拒你一拒 但这里 本座操控 要是惹火了我 本座将你困锁此地 一生一世 你也别想 出得了这里 泰玄怒吼道 泰玄尊上 不必生气 在下 只是说说而已 若要那小子的性命 我这就给泰玄尊上 将他的性命拿来 破魔的身体威攻 突然换了一副 卑微的嘴脸说道 这风云无际心里 被震得是目瞪口呆 原来 高手也可以这样啊 但掘魔无意之中的一句话 却让风云无际的心中 微微一动 泰玄 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啊 泰玄 收拾这小子 我们两个够了 破魔不必插手也行 收拾完这小子 希望泰玄尊上 能如约放我等出去 这个自然没问题 天空泰玄的脸 渐渐的淡去 上 干掉它 掘魔冷声道 随后 身影消失在原地 几乎是在同时 斜玄的身影 也出现在 风云无际的左侧 两人一左一右同时出手 无披的气浪 同时重重的 轰向了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早对这三人 全神留意 一见二人出手 立刻于千军一发之际 弹身而起 身体一折 已如离玄之剑的 向后退去 轰 气浪翻飞 炸开满天的尘雾 灰尘之中 掘魔与斜玄 再次尾随着风云无际 追出 两人互相传了个眼神 便再次分开 身体扭曲得不似人形 一边向风云无际追去 一边绝学 已然出手 绝魔印法 绝魔双手如莲花般结印 双手在眨眼之间变换了数千种手势 随后 一道道极细的黑丝 从手掌之中飞速地蹦出 道道破空之声不绝于耳 道道细线在空中穿插来回 那呲呲的响声让人毫不怀疑 一旦被刺中 肯定会被整个刺穿 绝魔手中的细丝 似乎是无穷无尽 并没有刻意地朝某个方向穿梭 而是漫无目的地 天地之间随意地挥洒 那细丝有无穷尽 呈现出一道道弧形 弧形与弧线之间互相交错 将整个天空都封锁起来 转眼之间 整个天地便被细丝布满了 只是绝魔突然抬头 对着风云无际诡异的一笑 绝魔印法 只死结